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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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俊夫 大家来看这一堆什么 火狼狂是很多朋友都懂的 老鼠龙 现在都生锈了 这些老鼠龙都两年多了 去年装了别多 今年要准备开始装了 现在把这个新的堂皇买回来了 把这些旧的堂皇全部卸掉 做一次先换十个龙吧 里面有十几个龙 可能有几个龙没有新的堂皇 先换十个龙 明天就去装 今天就先不装 因为装完只要打下煮饭 把里面旧的堂皇先拆下来 然后我们再装新的 装新的我们就一扣这里 然后用力拉 拉到里面 一边一根 这样就OK了 完装老鼠就是这样 把这个幼耳放在这边 老鼠它一拖这个幼耳 它就会拖走啊 拖走之后 这个机关就会出发 这样 好了 这个新的堂皇就换好了 等下全部把它换上 你们看我做一个 我每一个龙德装的一个机关 这样是防止这个 装到比较大个的这种老鼠 冲出来 因为我曾经试过好几次啊 像我这里一两斤的老鼠都有 就是老鼠不是左鼠 所以说 你们看我这根 铁如果这样一放上来 那个老鼠就撞不出来了 因为这里面两根都有一根铁 是吧 这个是 设计出来的 这样就比较好 看了没有 百分百 淘不出来 OK 全部换的 所有料理好 换上去 它陷阱 里面关着铁咸,倒要炒一点 很快 没人感免一下 我不过 龙德装 它就 available 然后 其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像这种小龙放一条坛王也行 因为我这里每个龙都有一个机关的胶 只要这个老鼠进去就不可能跑出来 像那种大的龙为什么要装两条呢 因为大的龙一般都是装大的老鼠 正常来说我们装老鼠可以根据这个老鼠路来判断这个老鼠大小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老鼠路 如果是大的老鼠路就放大的龙 要小的就用做小的 像这种龙也可以装一斤左右的老鼠 但是装一斤左右的老鼠的话就比较满了 一斤左右的老鼠可能缩到里面可能做不到一团里面 现在这个老鼠路 龙的坛王就换好了 但是这个铁锡有空也要换一下 因为生锈这个铁锡生锈的话 它这个机关如果触碰的话没有那么灵敏 就是说铁锡要换一下 然后这个龙的话生锈没问题啊 用火煞一煞就可以了 等明天煞一煞然后就拿去装 好的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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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